大家好,我是乐乐船长 大家准备好一起出去玩了吗? 乐乐船长,你知道船长要做哪些工作吗? 还有,船有很多种 你要选哪一艘开呢? 我们一起去长荣海市博物馆看船咯! 嗨,乐乐,我是长荣海市博物馆的馆长 要当上船长之前,要经过许多的训练 还有了解许多的航海知识 才能驾驶我旁边的这艘大船 你想要当船长吗? 不,我也要当大船长 开好大好大的船 好,那等等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航海训练哦 为了帮助乐乐你更快地成为船长 我会请我们的馆员,荔枝姐姐来帮助你 你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吗? 嗯,我准备好了 出发 哦,这里有好多不同的船 都跟现在的船长得好不一样哦 嗨,乐乐,我就是荔枝姐姐 我听馆长说你也想当船长啊 嗯,我想当船长 好,那荔枝姐姐给你一个小考验 那就是要认识船的历史 当你看完所有的船以后 就可以跳一艘你最喜欢的船咯 好,荔枝姐姐 我们不是要认识船吗? 怎么会有一只猪躺在这里? 乐乐,你的观察真的很敏锐耶 这个啊,不是猪,其实是羊 因为啊,在好久好久以前的人 他们都是用家里附近有什么材料 就用什么来坐船 那个时候的人,家里附近有很多的羊 所以呢,就把羊当汽球一样 呼啊,呼啊,吹得好大 绑起来,丢到河里 就可以抱着过河了哦 哦,感觉好像我的游泳圈 充饱器就可以让我浮在水面上 没错,而且啊,乐乐 你看一下哦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船 是用不同的材料做的哦 像是有木头做的独木舟 竹子做的竹筏 乐乐,你看中间的一艘 用草做成的船 这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埃及人 用纸沙草做成的哦 哦,这个现在的船长得好像哦 对啊,那乐乐 要不要跟荔枝姐姐一起去看其他的船呢 好 乐乐,你看 在好久好久以前的壁画上 就有船的存在了呢 这一艘就是古埃及船 哦,它好漂亮哦 后面还有船桨哎 对啊,在这个时候啊 还是主要以人力为主 在荔枝姐姐后面的这一艘 则是可以同时让一百七十个人一起划奖的船哦 而且人越多船就跑得越快哦 哇,好厉害哦 那上面这个是什么呢 嘿,乐乐你发现了 看,这两块布啊叫做帆 帆呢,就是利用风的力量 来让船在海上航行的哦 咦,那时候有很大的帆耶 乐乐,你看到了 这个啊,可是航海技术很厉害的维京人的船哦 维京人啊,都住在很冷很冷的北哦 所以他们的土地里长不出什么东西 因此啊,这些维京人呢就变成大海上面非常厉害的海盗了哦 他们啊,专门就去别的村庄里面偷东西 然后再逃跑 那现在我有一个小问题要给乐乐哦 来,小朋友,跟乐乐一起猜猜看 为什么维京人要把船的前面、后面设计得一模一样呢 一,为了好看 二,为了逃跑得更快 三,用来补鱼用的 嗯,不知道 答案是 二,逃得更快 嘿嘿嘿,只要把船设计成前后都一样 敌人就不知道我们要从哪里逃跑了呢 是不是很聪明啊 哦,原来是这样 乐乐,你看 现在啊,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 船的变化也越来越大了哦 你看,像是这一艘圣玛利亚号 就是探险家哥伦布用来探险世界用的船哦 是那个有名的哥伦布吗 没错,就是它 你要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船的肚子跟刚刚的船比起来 是不是又更大了一点呢 好饱哦 这是因为啊,这样子探险找来的物品呢 就可以放更多在船里面哦 那立志姐姐,这艘船呢 它看起来好漂亮哦 对啊,乐乐 你看看这艘船跟刚刚那艘船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嗯,我看看哦 它好像有很多大炮耶 没错,乐乐 这可是一艘战船 乐乐你看 它是不是前面 后面是不是有非常多美丽华丽的装饰呢 而且这艘船的左边、右边都有大炮 所以当遇到敌人的时候 就可以同时一起发射大炮耶 是不是很厉害啊 太酷了吧 立志姐姐,这艘船好眼熟哦 我好像在卡通里面看过它 乐乐,你真的好眼力 这一艘船曾经在卡通里被米老鼠开过哦 而且美国的大作家马克·吐恩 也曾经在这种船上工作过哦 哦,原来如此 姐姐你看,它有两根长长的烟囱耶 而且没有船帆了 嗯,乐乐 这种船叫做蒸汽轮船 它可是跟刚刚我们看到的人力船 风力船不一样了哦 它是藉由烧煤炭产生蒸汽的方式 要带动后面的轮子 让它在河流上 河流上的河流更换远 而且更远了哦 哇,好大艘的船啊 乐乐,这可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船 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我知道,它这边写它叫铁达尼号 嗯,铁达尼号的故事啊 大家应该对我听说过吧 它那时候刚建造出来的时候 可是全世界最大,最漂亮又最华丽的船哦 可惜的是,在它第一次出航的时候 就撞到了冰山,以后就沉默了 好可惜哦 嗯,但乐乐,你看上面有好多小小的船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不知道耶 这些啊,一个个的叫做救生艇 当你发生意外的时候就需要这种救生艇来救你哦 可是当时提到铁达尼号上面的救生艇数量不足 导致很多人没有办法被获救 所以在这之后呢 所有的船都被规定要有足够的救生艇 才可以出航哦 原来是这样 哇,这里还有好多不同的船哦 有货轮 我在基隆有看过它们 它们怎么都没有大大的烟囱了 乐乐,像这么大的货柜船其实还是有烟囱的 你看啊,这个烟囱就在驾驶台的后面 只是它跟以前的船不一样 已经不烧煤炭而改烧柴油了 柴油就能使这么大一艘货柜船 在大海上行走了呢 所以当然也不需要那么大的烟囱了 烟囱这么小 难怪我没有发现 还有以前的战舰耶 这些模型好厉害 这是航空母舰 上面有艇飞机 哇,有一排军人耶 敬礼 乐乐与好 哇,还有潜水艇耶 我只有在电影里面看过 它们可以在水里面游来游去的 乐乐,既然看了这么多艘船以后 你最想开哪一艘啊 我想要开最大的船 也想要开开看我在基隆看到的货轮 嗯,很好哦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船的历史 以及各种不同种类的船了 接下来第二关就交给你 去慢慢自己找找看 你要找到驾驶舱 才能开始你的第二项任务哦 好,我要去下一个训练了 好,乐乐拜拜 拜拜 拜拜 驾驶舱 驾驶舱在哪里 咦,这边怎么会有酒瓶 是谁的呢 乐乐,小朋友 你们一起想想看 这个酒瓶是做什么用的呢 一,船员上船前要喝一小口 二,要放在船上庆祝使用 三,是新船下水仪式使用的 答案是 三,新船下水仪式使用的 乐乐,这不是喝的酒瓶哦 这是刚建造好的船 要下水前的一个仪式 通常啊,会请一位女性来植酒瓶 现在很多都是直接绑在钢索上 酒瓶一定要打破 作为吉利的象征哦 原来是这样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仪式 呃,驾驶舱就在这边 哈喽,乐乐 恭喜你准备开始第二阶段的训练哦 那在这个阶段的训练呢 你要知道船长要做什么 然后如何跟其他的船舶进行通讯 等你完成后再来找我哦 船长每天要做什么 船长应该每天要开船 嗯?这是什么?航海日记 难道船长每天都要写日记吗? 乐乐,船长除了要带大家到目的地外 还要记录一路上发生的事情 包括船的航向、天气、风的大小、甚至温度等等 这么多东西 船长都要知道吗?当船长这么难啊 对呀,这些船长都要知道 才能知道要怎么驾驶船哦 不过,乐乐别担心 现在有很多仪器可以帮助船长快速地知道风、天气、温度等等 但是在还没有这些仪器之前 要当船长可不简单哦 哦,还好还好 以前啊,还没有导航的时候 船长是靠天空中的星星来知道方位的哦 你看,这是那时候船长观测星星的仪器 只要知道星星在哪个位置 船长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航行到哪个地方咯 是不是很厉害? 以前的船长也太厉害了吧 还要认识星星们 对呀,可不是谁都可以当上船长的呢 除了要知道自己的船航行的位置 有时候也需要知道其他的船在哪边 乐乐,你知道船长们怎么互相沟通吗? 跟小朋友一起想想看 一,靠卫星讯号 知道其他船的位置 二,靠旗帜暗号 让其他船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三,靠敲锣 用听觉跟其他船沟通 嗯,我猜是 一,靠卫星讯号 答案是 三个选项都是哦 船要跟其他船沟通的时候 可以靠国际海市卫星系统 海上雾太大 对呀,帅娜它že水龙系统 在哪里呢 哇,有这么多船正在航行耶 他们真的在动耶 乐乐 乐乐 你看 这边还有船长跟船员们穿的制服哦 还有船员证 我也想要有一张乐乐船员证 还要穿船长的衣服 那个帽子好帅哦 乐乐 恭喜你完成第二阶段的训练哦 快来大厅找我吧 耶嘿 我要变成大船长咯 嗨 乐乐 你刚刚完成了船长的训练 你可以跟我说你刚刚做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呢 馆长 我刚刚看到了好多船 有靠人力的船 还有很多船帆的船 它们是靠风来移动 还有大大烟囱的蒸汽船 我之前在卡通里面有看过它哦 我还看到了铁达尼号 它真的超级大的 可惜现在看不到了 然后啊 还有货船 潜水艇 航空母舰 战舰 好多好厉害的船 那个战舰上面好多士兵 我也想像那个士兵一样 乐乐 你还有观察到其他的东西吗 哦 我知道新的船下水 有一个要打破九瓶的仪式 我还去了驾驶室开了船 船长真的很辛苦哦 要知道很多东西 像是天气啊 温度 风向 还要写航海日志 以前的船长还要认识星星 超厉害的 乐乐 你还记得我们怎么跟其他的船舶 进行沟通讲话呢 我记得 我们可以靠卫星知道他们的位置 也可以靠摩斯密码打电报给其他船 还有可以靠旗帜的暗号 让其他人知道我们的船在做什么 雾太大看不清楚的时候 还可以敲锣哦 对 雾螺 乐乐你记得好清楚 嘿嘿 这是一定要的 我是乐乐船长 好 乐乐船长 恭喜你完成了船长训练 这是你的船员证书 耶 哈哈 小朋友 你也跟乐乐一样喜欢不一样的船 想知道更多的海洋历史故事 欢迎来到长龙海市博物馆 找我跟荔枝姐姐哦 拜拜 我也坐上铁打你好咯 哈哈 我要滑走咯 大家再见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 喜欢小行星 现在乐乐TV有专属的优惠哦 订阅小行星杂志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我们的故事 可以到资讯栏看更多资讯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 嘿嘿嘿 谢谢你